你好,今天是2019年11月11日 看动画被课文学英语 今天我学习新概念英语第二册第46课 Expensive and Uncomfortable 既昂贵又受罪 动画开始前提出的问题是 What did the man in this story do? 故事中的男人做了什么? 这里说明一下 我制作的动画视频 是我记忆文章的一个辅助工具 起到理解和记忆文章的作用 如果您也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 有些时候 人们选择某种方式做事 初衷是达到花费最少的钱 达到预期目的 如果能不花钱 又能很舒畅地达到目的 那就更好了 今天的故事主人公 估计就是这样想的 故事发生在悉尼机场 当一架从伦敦飞来的飞机 到达悉尼机场的时候 工人们开始卸货 这是一堆装有衣服的木箱 绝大部分箱子都是轻便方便搬运 但另外的是 其中有只箱子特别的重 谁都弄不明白 咋回事儿 No one could account for the fact that one of the boxes was extremely heavy 事出反常 总有好事之人 其中一个工人就是此类 这个工人突然打开这个箱子 It suddenly occurred to one of the workers to open up the box 他被自己的发现震惊地差点闪了腰 你个大石榴 吓死俺了 他看到什么了呢 咱们一起看看 He was astonished in what he found 原来大便活人 一个活生生的男人 此刻正躺在一堆羊毛制品之上 瞪着不可思议的眼睛 这就是我们的主人公 此时他也吃惊地瞅着工人 自己怎么被人发现了呢 由于过于吃惊 甚至连企图逃跑都忘了 A man was lying in the box on top of a pile of worn goods He was so surprised and being discovered Then he did not even try to run away 还是工人们反应快 迅速报了警 咱们的主人公刚闪亮登场就被捕了 被捕之后 他就承认 自己在飞机离开伦敦之前 就躲在了箱子里 After he was arrested The man admitted hiding in the box before the play left London 前面有after 后面有before 对照记忆 原以为躺在昂贵的羊毛制品的箱子里 旅行是一件惬意舒服的事情 可结果是 经历了漫长而又难受的旅程 说到漫长是有缘由的 因为倒霉的他在那个木箱 就是那个木箱 在那个木箱里闷了超过18个小时 旅程难受是一方面 有个词语叫劳民伤财 前面讲的是劳民 那后面就是伤财了 这个男人被责令为这个旅程交费3500英镑 而正常的一张票才2000英镑 投机取巧往往适得其反 今天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卓人工不但艰难度过难过的旅程 而且付出了将近两倍的旅费 得不偿失啊 这会儿肯定毁死了 大石榴坐飞机 以为能冒充进口大苹果呢 傻了吧 被发现了吧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今天学习的46课内容 我们下期见 拜拜